生活指南 政策新規 趣事分享 旅遊貼士 還有什麼是你想知道的? 美國零距離 網絡各類資訊 與你一起 資訊息 各位聽眾朋友 你們好,你正在收聽的是 由美國中文電台 AM1450為你帶來的 美國零距離節目,我是Yanny 近期 在加州發生了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一名年近7歲的女生 在坐車時 由於沒有扣好安全帶 意外地在車窗裡飛了出去 跌落到高速公路上的地面時 由於後方車輛閃避不及 當場遭多兩來車撞上死亡 目前,女生媽媽及其男友 已被警方以危害兒童罪逮捕 當地警方表示 有目擊證人看到 女同在後座把頭伸出車外玩 可能是因為這樣不小心才跌出車窗 警長表示 工作這麼久以來 從未見過如此悲慘的事件 講到兒童乘車安全 在美國是有嚴格的法律規定 美國各州都有法律規定應移 和兒童必須使用汽車安全座椅 在車輛急煞、急轉 甚至車禍的時候 安全座椅可以極大增加對小孩的保護 在美國生嬰兒 出院時開車離開 必須確認有安全座椅 否則醫院不會讓嬰兒出院 今天 Yanny就和大家一齊簡單了解一下 關於美國兒童安全座椅的一些法律小常識 雖然美國各州關於這方面的法律 確實不一樣 不過大多數州要求 20磅、9公斤、2歲以下的嬰兒 使用向後安全座椅 20-40磅、9-18公斤 和4歲以下使用向前安全座椅 80磅、36公斤以下 和8歲以下使用增高座椅 而安全座椅的分類也是很多種 市面上安全座椅主要分成四類 首先是嬰兒安全座椅 Invent Card Seat 這種是最普通的安全座椅 第二是轉換型安全座椅 Convertible Card Seat 可以從後向轉成前向 第三種是多功能安全座椅 可以用於後向、前向、增高座椅等多種功能 最後一種是增高座椅 Booster Card Seat 嬰兒安全座椅 緊面向後方 主要是給新生嬰兒使用的 好多嬰兒到一歲的時候 就會因為身高、體重、超限 而要換到下一個階段的座椅 這種座椅大多數是提纜形式 通常會配有一個base固定在車裏 提纜是可以單獨拿下來 Yanny也來講一下 關於嬰兒安全座椅的一些選購上的要點 首先身高、體重、上限 嬰兒的身高、體重 有一項超了安全座椅上限的話 就要更換下一個階段的安全座椅 因此在選安全座椅 身高、體重、上限高的 使用時間就會長一點 再來就是安全座椅的自重 嬰兒安全座椅經常需要拿著走 如果座椅自重太高 再加上嬰兒的重量 這樣就全部難行 再來就要看是否跟推車兼容 如果已經有嬰兒推車 最好就購買跟推車兼容的安全座椅 這樣出門的時候 可以直接把堤膽安裝在推車上面 不需要把嬰兒抱出來 新生兒大多數睡覺的時間比較多 如果抱出來打擾到他們 這樣他們就會哭了 還有坐墊清潔方式 坐墊如果可以拆下來清洗 這樣是最好的 小孩子的三下床單 經常都會弄髒 安全座椅都會被弄髒 如果不可以拆下來清洗的話 這樣就非常不方便 目前市面上安全座椅 基本都是安全帶加Latch接口安裝 大多數2002年後生產的汽車 都具備Latch接口 大部分安全座椅 也會有液態安全指示標誌 來判斷座椅是否安裝正確 再來就是轉換型安全座椅 它可以調向前、向後 轉換型安全座椅 主要是為了延長BB 向後坐的時間而設計 這樣這種安全座椅 是直接固定在車上 下車的時候 需要將BB在座椅上抱出來 轉換型安全座椅 挑選要點 是跟嬰兒安全座椅大致相同 除此之外 還要注意座椅的大小 有些安全座椅的體積比較大 安裝在小型汽車上 會略有壓力 還要注意的是 很多準媽媽都會有疑問 既然轉換型安全座椅 可以雙向乘坐 有些甚至添加了生生嬰兒枕頭 可以供生生嬰兒使用 這樣是否便可以不買提纜 只是買一個轉換型安全座椅 答案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實際操作裏面 有些醫院可能要求嬰兒提纜 另外生生兒睡覺時間比較長 使用嬰兒提纜 可以隨時將BB連提纜一起拿走 而如果轉換型安全座椅 只可以將BB抱出來 會影響BB睡覺休息 購買安全座椅的網站 除了Amazon、Target 還有些專業無應用品網站 例如 Bye Baby、LB Baby 例如Bye Bye Baby 有很多地方都有實體店 可以實際到店裡 體驗一下想要購買的安全座椅 註冊完之後 還會經常收到8折 用來購買嬰兒用品 LB Baby 以網站為主 註冊後也會經常發送8折馬 而且對大部份州是免稅 用來買安全座椅 所以這些單價比較高的用品會比較適合 另外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每個安全座椅都有保質期 大多數卡斯在出廠後6-8年保質期 除了標籤貼之外 很多生產商還有將過期日期 直接這樣印在卡斯底部的索料上面 還有就是 安全座椅只要遇過一次汽車碰撞意外 就不可以再用 因為很有可能會有肉眼看不出的內傷 因此如果購買二手的安全座椅 一定要注意這兩個方面 而作為小孩的父母 也有必要更多地了解一下 所居住的州相關法律 不要忽視這方面的常識 比如說 在加州2歲以下的小孩 應該使用反向安裝安全座椅 直到小孩體重超過40磅 或者身高達到 或者超過40英寸 8歲以下身高大約144厘米以下的兒童 必須坐在後座的安全座椅上面 而在華盛頓州的法律則要求 1歲以下體重低於20磅的嬰兒 必須使用反向安裝安全座椅 8歲以下的兒童 都要安全座椅或者booster 直到他們身高超過144厘米 8歲以上或者身高超過144厘米的小孩 必須使用安全帶 13歲以下的兒童 必須坐在後座 這樣有一些用過的安全座椅 要怎樣處理呢? 當BB超過卡斯體重上限之後 如果不準備留給兒胎的話 通常也不建議轉讓給其他人 BABYS IUS偶兒 會有那些已舊換身的trade-in活動 只要將舊的卡斯拿到店裡 就可以換取優惠券 用於購買全身的安全座椅 一般處理舊卡斯的方式都是扔掉它 環保的父母也可以考慮劣性 點擊劣性用卡斯組織官網 查找自己附近座椅回收站點 如果不準備trade-in 附近也沒有專門的回收站點的話 建議將舊卡斯扔掉它 扔掉過期 損毀的卡斯的時候 還需要將面料拆除 安全帶剪斷 用記號筆劃上大底的expire 或Do not use 字樣 防止有不適的人 將過期的座椅檢去用 而造成任何安全問題 申請房屋貸款的時候 跟任何一種貸款 例如汽車貸款一樣 都會評估借貸人的很多背景因素 進而影響貸款到的利率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用分數 但即使是信用分數一樣 不同的貸款公司給的利率 都是有不同的 而且有時候差距甚至會超過1%不止 而且明明信用分數不錯 但為何還是貸不到 跟其他人一樣低的利率呢 在今日的節目裏面 我們來和大家談談 貸款公司最考慮 除了貸款人的信用分數 還有負債收入比 計劃要放的頭期款金額 這三項是貸款公司 評估借貸人風險高低 最重要而且是共同的因素 但每間貸款公司 都會再考慮一些個別的原因 每家貸款公司都有自己的一套計算方式 不同的考慮項目和不同的比重 比如說 A公司可能將信用分數權重體50% 負債收入比30% 投款金額20% 而B公司可能將信用分數權重30% 負債收入比30% 投期款金額40% 所以當借貸人向貸款公司申請貸款的時候 貸款公司就會將這些數據 放入到分析模型中 得出借貸人對公司來說 風險是高還是低 如果風險低 則利率可以低 風險高則利率就高 貸款類型也會影響到能貸賭的利率高低 通常貸款公司對較長的貸款能給到的利率都偏高 比如30年固定貸款利率就比15年固定貸款利率要高 而兩者的利率又會比5年浮動利率高出很多 每家貸款公司不但給的利率不一樣 收取的費用也不一樣 所以在斟酌要選擇哪一間貸款公司申辦貸款的時候 要一起考慮進去做個精算 那我們要怎樣才可以找到 給到你最高金額最低利率的貸款公司呢 除了銀行和信用卡合作社可以辦略finance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金融機構在做放貸 比如說一些消費金融公司儲蓄和貸款機構 每家機構能夠給出的利率和收取的手續費都不一樣 由於選擇多多 現在亦有很多貸款中介公司 從中牽線做比較推薦 但一樣會收取一定的比例費用 如果不想交多一筆中介費用去找好的貸款公司的話 現在亦有很多在線的免費分析工具可以使用 直接列表推薦貸款人評價好的保險公司 在時需求去報價 這個中間接合過程全部都是免手續費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期美國零距離節目的所有內容 多謝各位聽眾朋友收聽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到訪問 今期見 來不及時 在訪問 請 我們下期見